欢迎收看今天的百姓315 我是主持人小小 最近很多人的工作都进入了收尾阶段 也有部分人已经回到家与家人团圆了 今天已经是腊月28了 民间传统习俗 这一天得把写满新年祝福的春联贴起来了 新年新气象 你看大街上公交站牌啊 旁边啊有人在这儿 给大家现场送春联 咱们去现场看一看 为了喜迎新春 腊月27日 郑州公交一公司三车队 在郑州市中原区华山路公交站 开展了送福送春联的活动 活动现场可谓是年味十足 姑娘好 给您拜个早年 这是我们的志愿者手写的福 把好福气送给您 祝您新年快乐阿姨 大家的快乐 我们送上我们亲手写的福字 送您一个喜字 在新的一年出门见喜 然后还送给你们一副对联 祝您新的一年 和和顺顺天美满 欢欢喜喜迎新年 欢迎您在新的一年 对我们的服务 对我们的线路走向 多取宝贵意见 我们会在新的一年 为您提供更加优质的公交出行服务 好 谢谢 这不仅仅是在给市民送福字 送春联 更多的是希望新的一年 为市民送取更多的祝福 这样的活动也令市民十分的开心 基金高照 人性旺 五福 临门 家富贵 好 希望咱新的一年 家庭富贵 人兴旺 谢谢 那咱每年都是啥时候贴春联啊 28 是不是明天正好可以贴春联了 拿着这一副春联 是啊 行 新的一年有没有什么新的愿望 希望新的一年 人人兴旺 开开心心的 身体健健康康 疫情刚过 希望大家都多挣钱 工作都顺利 这是今年最大的愿望 身体越来越好 好好活日子 新的一年里 就更大的进步 日子越过越好 今年一年要快快乐了吧 郑州市越半越好啊 家庭幸福何何满满 祖国越来越好 其实早在2016年开始 郑州公交一公司三车队 就一直在为郑州市民送春联 发送地点也不仅仅是在公交站点 公交车厢 购物广场 甚至是送进社区 咱们郑州公交现在正在 从这个满意性公交 向感动性公交转变 为了给咱们乘客提供更加 丰富多彩的乘车体验 我们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志愿者活动 今年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春联 还写了一些福字 希望把福送给咱们的市民乘客 让新的一年里 我们的市民能够更好的乘车 有新的体验 新的一年 我们郑州公交也是提供 更加优质的服务给咱们的市民 祝咱们的市民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和大家欢乐 感谢公交公司在冬日的街头 给大家送去了温暖和祝福 也希望今年的春节 能够给各位带去更多不一样的回忆 但还是那句话 无论何时何地 开心的同时 安全问题一定要重视 您看雪天路滑 车厢壮 被困的人现在急需救助 2023年1月14号 18时5至5分 洛阳市演示区北环路 与312省道交叉口 聊聊SUV发生碰撞 一位老人被困在副驾驶座位上 接近后 洛阳市演示区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救援人员 立即赶到了现场 虽然副驾驶旁边的车门 已经被撞坏 无法打开 但万幸的是 老人只是因为碰撞 双腿麻木 无法站立 身体并无大碍 为了让老人尽快脱困 消防救援人员试图合力 将他从主驾驶座位旁边的车门爆出 几分钟后 消防救援人员救出了被困的老人 转移到了路边的安全地带 随后老人被当地的120急救人员 带往了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据了解 此次事故是因为车速过快和下雪落滑 导致了两辆SUV相撞 消防人员提醒大家 雨雪天气一定要降低车速 谨慎驾驶 没错啊 春节期间出行安全问题一定是不容小觑的 一定要有安全意识 确保都能够过一个安全祥和的年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百姓三香五 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1月17号下午1点30分 许昌宇州火龙镇 善流村的一位七勋老人 不慎失足跌入废弃灌溉水井内 接到报警后 当地消防部门立即赶往事发地进行救援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老人跌入的是一口废弃的农用灌溉基井 井口为长方形 井深近十米 井口狭窄 所幸井底积水不深 老人除腿部轻度擦伤外 并无大碍 救援人员首先使用移动供气源 向井内输送氧气 保持井内氧气充足 随后一名救援人员 穿戴救援吊带组降至井内 为老人穿戴绳索救援装备 利用绳索将其救出 并送到等待的救护车上 保持一下 猪富10米都可以了 猪富10 猪富10米都倒 找猪富 encourage 同虎富10 знаком你 慢点 慢点 走慢点 来 有人进口头 走 慢点 慢点慢点 他已经没有劲了 你进口 慢点的时候 先从前面 走 偷完还是偷用毛巾 走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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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推推 走 走走 慢点慢点慢点 不要急 慢一点 好 接下来的一面景旗 让大家是都展开了笑颜 这面景旗分量很重 因为它挽救了一个少年的生命啊 2023年的1月11号晚上18点38分 一市民打电话求助说 孩子因为重伤准备转院 需要高速交警 开通绿色通道 时间就是生命 得知情况后 平底山市公安局高速交警 支队民警徐燕 立即带领两名辅警 前去迎接孩子的家人 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 将孩子送到平底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许警官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采用拉响警笛 喊话的方式 一路警车开道 带着孩子和家人 向医院的方向急迟 从行程区到二月 从行程区到二月 正好是高铺钢 六点多首 我们一路开道经车 拉到经地 让一下 让一下 别让客一下 先上车 先上车 让一下 让一下 走 勇士15分钟 把受伤的孩子送到二月 万现的是 由于转送及时 交警们为受伤男孩 争取到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在男孩的父亲去住院部 办理入院手续的同时 徐警官又和孩子的 其他家人一起 合力把孩子 从车里抬到了担架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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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得到了几时的救治 40分钟后 孩子脱离了生命危险 1月16号 孩子的家人 专门送来了锦旗 表示感谢 一路上演生死实塑 为一个孩子的生命保驾护航 民警同志 医护人员的一路奔跑 一路救助为你们点赞 接下来也是非常紧急的事 贵重物品落在了公交车上 这还能找到吗 2023年1月15号 郑州公交集团第三运营公司 256路的驾驶员朱崇洋 在结束驾程打扫卫生时 发现车上多了件东西 上午9点多 在那车上回到厂区以后 打扫卫生时发现 车上拉了一个红色的袋子 根据袋子里的物品 调度员宋青海推测 这应该是参加婚礼的乘客遗落的 为了寻找施主 调度员宋青海第一时间 在视频监控中寻找线索 这个女士就是在那石珠 她当时在欢南街城阳路那一站上的车 这是刚上车 坐到运营坐下来 运车正常运营 到了黄黄寺中节 黄黄寺中节那站 这是石珠 她准备下车了 这袋子还在这边放过 还在这座位上放过 这看着可能当时就是着急下车 对 着急下车 应该是说 下面应该有直接 都有去西米里车跟她登过来 这一站 马上到 等会儿咱到 黄黄寺中节那一站 让我的乘客准备下车了 已经离开座位了 离开座位 但是现在手里是啥也没拿 根据监控视频内容 宋青海推断出 施主因为赶车 才将物品遗忘在车座上 为了尽快找到施主归还物品 宋青海立刻把情况 犯规给了郑州公交总部 随后接到咱 中公司可付的电话 由施主训招 再就把这个急事给施主练习了 2023年1月17号上午 在郑州公交集团 第三运营公司 256路调度员宋青海的帮助下 施主孙先生找到了丢失的礼物盒 你好 这是 你还是你的东西不是 对对对 这就是我那个 我丢到咱公交车上的东西 好好好 非常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白忙之后要给你填乱了 这是应该做的 这个是我家里面 我的亲朋好友结婚的时候 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他们临走的时候给我的婚礼 虽然说这个东西不是特别贵重吧 但是对我来说 它是纪念意义更强一点 马上纯洁了 铁星咱广大乘客 尽量下车时间 回乡下自己带着什么东西 不要拉在车上 如果拉在车上了 也不用着急 几时给咱客户电话 6388 323打电话 在那车上捡到以后 或者别的乘客捡到以后 会交给我们车账也好 而且咱自己的车账发现 以后都会交到我们调路室 调路室会拓散报关 正在实在认定 感谢公交公司 以及车长的细心帮助 东西找到了就好呀 好了 那么提醒各位了 新旺年新生活 孩儿专卖店旺年会 春节不打样 八重旺年好礼 就在孩儿旺年会 他们以情动人 春风话语 优秀公安民警 携手金牌调解员 下沉到基层一线 冲锋在矛盾前沿 将矛盾化解在原点 警媒联动24小时在线 创新建行 森林平安创建 河南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 郑州市公安局二期分局 联合打造河南首当探索 基层社会治理电视节目 守护者联盟 敬请关注 乱停车 不听劝 如此嚣张 啥原因 只要可以给南排个地方 人都市能亮明 不影响这个 经济同性的情况下 可以听 那我就批完了 我就批进 我看你啥子 守护者联盟 马上为您呈现 警媒联动 守护和谐 这里是守护者联盟 我是小小 良言一句三冬暖 鳄语伤人 六月寒 有名保安啊 就报了警说 有人啊在现场是骂了自己 心里非常的不舒服 咋回事呢 他给扯诺诺 我扎扎 我扎扎 他不愿意 他给他扎 大家都国家呢 他是跟一、二元堵住门儿的 他在这儿堵住 他全咱这儿 2023年1月12号晚上 郑州二七区一名保安报警称 和业主发生了纠纷 接到110指令之后 二七分局人和路派出所民警 贾浩鹏 立即赶到了现场 就是一个这个野猪 他听起来当中 一号院 动门儿的那个 当中人家出姓啊 然后我不是在二号院 跟那个队友吧 算是 我说他 你别让他别让那个人进 让他给承诺了 不影响大家同情啊 再让他进 这他 他过来了 拉个行李箱 我说老师你看这是这 你读诺这个门儿了 出姓都不方便 万一有个啥经济情况呢 120啊 119我啥过了 你得保证生命的畅童 这是我同党 他张后给他骂 我家我为啥不能进 我说让进 任何人都可以进 你要再进了 我说这不是这 可以给安排个地方 这种事能量明 不影响这个 经济同性的情况下 可以进 那我就飞完了 我就飞进 我看你沙发我 就照个话可不讲理 你把这份假菜夹来进去了 他这批假菜夹来不讲 他退家 退家 退家夹来 好了跟这个人 不能够承认 他不是跟上家夹了吗 你自己人 他俩来 他俩来 他老婆也是可不讲理 掌口到马上 你看这人就劝他来 劝他来 你走吧走吧 你停车架 你懦懦 这家众要给路上 发生扣交 一大群见 听证部一会儿都打开家 你发生冲突了 呃 他都骂了 他掌口干啥骂了 骂了 我说你看你大国家呢 这东西了 他不听他去杜住哪儿 原来保安王先生 让业主挪车 结果双方发生了纠纷 那么停车的业主 现在人在哪里 事情又发展到了哪一步呢 这个事情呢 最后怎么解决了 他就停坐车了 不加太紧 挪住了 双方这个花眼矛盾 对对 本来也是过年了 改国家呢 你也不能矛盾 夹着帽子 对不对 咱这个物业经理做法是对的 就是矛盾一结不一结嘛 那现在那个业主人呢 业主人回家了 这边我夹着走了 我夹着回去 民警在现场得知 在接触警的途中 该业主已经将车挪走 并回到家中了 可是保安王先生 为什么还坚持 让民警来到现场呢 那你们报警主要是 今天就是报警 诉求是什么 不现在 他在这儿呢 诉求就是说 这个年轻人 他素质太差 掌口骂人 一要骂了 骂就要不打理他 不打理他 他又摟了 他又摔摔他东西 还有个快笔 他掌掌他 抓住给他整理一下摔了 就是说你给我摔了啊 你配我 他意思说摔摔东西 脚佩戴了 就这样意思 我说咱也有监控 要不我报警 他报警 我又不是不认识人 他说我 你报警 他派说 他派说过来 不一定谁配谁了 有些情况下 咱干的 咱干的都是五月上 就希望多一些礼节 包括你现在 你说哪一点 有个啥情况 一通知 需要业主要派进去 庆口那摟税 按着队证 不是按队证点 一通知 哎呀谁 哎呀都听了 多少人都去 给业主帮忙 原来保安王先生 在业主离开之后 心里觉得非常委屈 又害怕业主 真的向自己索赔快递 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 民警也对王先生 进行了劝慰 人 你所谓 咱就用那句话的 所谓就是 人上一般 行行所谓 是不是 什么人都有 咱说就是碰见这些了 咱不给他直气都行了 你这眼睛也大了 你给他直气自己大气 好歹 那不是自己受罪吗 是不是 你做的非常对 但是就是我们有时候 也讲究一下这个工作方式方法 这个避免跟这个野猪 这个方向同作 所谓的 你们这个都是安置村 都是安置房 都是一个村里边 也没必要去 因为这带给自己 起来不再进 是不是 好吧 你心里也放 听说这人都走了 还不顺 然后就报个警 是吧 哎呀 还是一口气在这堵着 别受委屈 他就是 你现在你再大出来 咱跟野猪 咱受点委屈 无所谓 咱那会同作干好 对吧 同作确实很辛苦 该开了快了 他有点实际就战成吧 过年可以跟这位老先生多花 那王师傅 现在心里截打开了吧 截开了 最终保安王先生也不再纠结 我们也希望物业和业主之间 能够多一些沟通 多一些理解 业主与服务者需要互相尊重 互相配合 彼此磨合得好 共同生活 共同工作的家园才好 提醒大家 管住嘴 管住手 骂人动手 都使不得 后果严重 还得自己承担责任哪 别等吃了大亏 就晚了 您看下面这事竟然还真是 说着说着 这就不对劲了 2022年11月16号晚上 郑州市公安局27分局 仁和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称芙蓉花苑有人打架 接到报警之后 民警贾浩鹏立即赶到了现场 晚上11点多 接到这个报警 说有人打架 然后我们就赶快 前进去现场进行处置 到现场的时候 就是一方已经在地上躺着了 另一方的情绪还比较激动 咱们这儿来到三月吗 一会儿来躺着 那原本没人送了 究竟呢 然后我们就开展了 这个调查区证啊 这些相关程序 他们这个两个就是因为 这个进出小区的时候 当时进出小区这个开门的问题 这个保安和业主 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了冲突 情绪比较激动 目前就是当时倒地 那个保安 他就有点这个轻微的擦伤 事件发生之后 民警通过调查取证 发现双方是因为进出小区 发生了口角 进而发生了肢体冲突 而在随后的两个月里 双方也进行了多次协商 目前此事通过调解 双方于2023年1月12号晚上7点 在仁和路派出所签订了调解协议 这个是你们向公安机关 因为调解这个你写的申请 是吧 然后公安机关也出到了 因进出小区发生就分 后引发打架行为 会造成严重后果 现你本人自愿申请公安机关 调解处理此事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最后民警也提醒大家 遇事一定要好好商量 切不可冲动动手 造成更大的麻烦 千万不要打架 就是这种小问题 我们基本上是两个人 就是好好说说 基本上就没啥事了 但是不能说 因为一日冲动 然后造成这个打架 然后现在你都需要浪费时间精力 然后去处理这个事情 在此这个还是奉劝大家 一定要冷静 人与人相处相互尊重是底线 也是第一原则 尊重对方尊重对方的工作 出言不逊甚至动手 成年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甚至付出代价 无论是哪一方 经过今天这事都该吸取吸取教训了 好了那么提醒各位了 新旺年新生活 海尔专卖店旺年会春节不打样 八成旺年好礼 就在海尔旺年会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百姓315 郑州的刘先生说 从网上买了1000多的护肤品 东西没收到 钱却依旧打进了商户的账户 我12月4号在京东买了一个护肤品 价值1700多块钱 从我12月4号购买到它自动签收 差不多20天 我都没有见到任何的东西 就到最后都没有见到 对对对 当时那个店家发的是什么快递 原通快递 快递人咋说了 后来我联系快递人 快递人说没有我这个价 然后我联系快递站点 快递站点说这是一个空包裹 郑州的刘先生反映 在京东上买的护肤品 一个多月了也没收到货 并且还被告知是个空包裹 到底是店家的问题 还是快递的问题呢 记得随后联系了 原通快递客服 了解情况 显示我们是 说是15号贱收 但是我们到现在 都没有收到 没有收到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就联系一下 这边的处理部门去对接一下 让他这边给你做一下反馈 原通快递的工作人员随后通过微信 出示了商家发送空包裹的相关证据 快递工作人员表示店家发送的是一个虚拟的快递单号 而事实上这个包裹并不存在 因此刘先生才始终收不到快递 店家为何发送一个虚拟包裹呢 记者随后也尝试联系了该商铺 他的店有点空吗 全部空吗 对 一件上面都没有 对 当时我投诉的时候还有了 后来他自己就下家完了 赵京东现在已经不管我的事了 就是没法给你解决是吧 对 那你没有收获的情况下 为什么那边的钱商家会收到 因为京东自动签收了 我申请了就分单的情况下 他自动签收 把钱都打给商家了 我认为我在京东上买的东西 以前是先交给京东平台的 才是由平台打给商家的 我认为就是京东平台 也是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 刘先生表示 在货品自动签收之前 他已经申请了京东的售后服务 然而在京东平台 已经介入的情况之下 售后退款却始终没有进展 记者随后也向京东客服 核实此事 这个售后交涉的这个所有记录 包括人家申请那个售后的记录都有 但是乌喜到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解决 所以说希望这个事咱看 能不能是向上反馈一下 这个事尽快给人家处理了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找专业来跟进处理这个事情 为了推进问题的解决 记者也向京东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反映了此事 商家发了空包 有疑问的订单依然按时完成了 平台和商家的诸多问题是一一表现了出来 希望该平台能够引起重视加以整顿管理 保障消费者在该平台的利益 也提醒各位咱们购买物品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查看商家资质非常重要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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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